欢迎您收看房地产简报 科罗纳市男子表示 向国际学生开放家门 帮助他摆脱孤独感 加拿大CBC 一位75岁的加拿大男子 为国际学生提供折扣租金 以换取他们在家里帮忙 他表示这些学生帮助他摆脱了孤独感 比尔·皮特曼以低于市场价的租金收费 他说如果没有这些学生 他将会极度孤独 皮特曼的家已经成为国际学生的中心 目前有26名学生住在那里 皮特曼表示 老年人的社交孤立可能导致抑郁 摔倒 使用医疗服务 甚至过早死亡 加拿大政府正在考虑 限制国际学生数量以缓解住房危机 大型欧克莱尔套房以折扣价出售 加拿大环球邮报 最近 卡尔加里一套面积为 1879平方英尺的角落单元 以102万加元的价格售出 略低于103.9万加元的要价 该公寓位于一个21年历史的建筑附近 靠近王子岛公园 设有两间卧室 三间浴室 一个正式的餐厅和一个高档厨房 该单元还设有直达电梯 一个洗衣房 一个燃气壁炉和一个朝南和朝西的大阳台 公寓的月费包括供暖 水费 24小时礼宾服务和建筑设施 如品酒市 这套公寓在仅仅18天内售出 表明婴儿潮一代正在寻找无需维护的生活方式 而不会在空间上做出妥协 加拿大央行利率保持不变 短期内提供了一些缓解 本周的其他热门房地产新闻还有更多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银行宣布将保持其关键利率稳定在5% 但借款人应该意识到未来加息仍有可能 利率上涨已经影响到拥有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房主 一些借款人担心如果利率继续上涨 可能会失去房屋 与此同时 数据显示投资者在加拿大购房的比例较高 而首次购房者的比例有所下降 此外 一份报告揭示了安大略省的土地开发规则 受到绿地带事件的破坏 西加拿大 温哥华学区计划关闭不断发展的社区学校 加拿大环球邮报 温哥华学校董事会VSB 因其对某些社区学生人数下降的预测 而受到家长的批评 家长们认为 VSB的预测与省政府和市政府的预测相矛盾 或者预测人口将增加 VSB的预测基于来自 BC重要统计数据和加拿大税务局的数据 而省政府则使用来自加拿大移民 难民和公民事务部 统计局 BC统计局和私营部门经济预测的数据 VSB提议出售或租赁为充分利用的学校土地已增加收入 但家长们担心会失去公共土地 公务员威胁要撤回对香港难民的资金支持 英国每日电讯 白厅官员威胁要撤回对批评 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团体的香港难民的资金 并向流亡者施压 不要使用政府资金来倡导香港人权 近几个月来 升级住房和社区部 Blue Sea与香港流亡团体发生了多起争议 这些事件引发了对香港侨民的寒蝉效应的担忧 活动人士呼吁英国政府 记住吸引香港难民来到该国的言论自由保证 英格兰的第二套房屋数量增长超过50%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官方数据 过去十年间 英格兰的第二套房屋数量增长了50%以上 数据显示 目前英格兰有48万2000套第二套房屋 自2010年保守党上台以来增加了近17万套 其中大部分房屋被出租作为度假屋 导致可负担房屋短缺和农村社区居民被迫搬离 保守党议员敦促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新数据显示 随着投资者抛售并退出 数百套公寓涌入多伦多的房屋转售市场 多伦多新报 多伦多市中心的公寓市场充斥着房源 因为投资者和房主正在努力跟上不断上涨的抵押贷款成本 大多伦多地区GTA独立市和半独立市住宅的同比销售额在8月份下降 而连排别墅的销售则小幅上升 与此同时 公寓销售销售增加但平均价格下降 希望出售的公寓业主不再期待竞标战 因为新房源充斥着市场 自2022年2月以来 GTA公寓的平均价格下降了约10万美元 许多新上市的投资者由于利率上升而无法再负担抵押贷款 公寓占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很大一部分 约占该是总销售额的60% 其中许多公寓由投资者拥有 超过一半的GTA公寓投资者目前正在亏损 与尼克、纳诺斯一起深入了解数据 对于加拿大人来说 经济和环境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加拿大环球邮报 随着加拿大准备迎接秋季的政治会议 两个主要的政策风险浮出水面 气候变化和经济 加拿大人对这两个问题都表示关注 14%的受访者将每个问题都列为他们最关心的国家问题 虽然野火引起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的关注 但他们也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然而 对通胀、经济以及住房的担忧 也高居加拿大人的关注列表之上 政治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将是解决家庭面临的及时经济压力和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 在政治领导方面 贾斯汀、特鲁多和皮埃尔、波利夫尔在受欢迎的总理人选方面势均力敌 然而 两位领导人都需要提供解决方案来应对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环境挑战 加拿大人希望听到具体行动和政策选择中的权衡 政治家们需要专注于提出解决方案 参与对环境和经济的严肃国家讨论 而不是进行诽谤战术和责备游戏 最终 下一次选举很可能取决于选民在选择一个对经济表现不佳的政府风险 和一个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能不够积极的政府之间的抉择 政治领导人解决这两个问题 并为加拿大的未来提供清晰的愿景至关重要 侦探寻找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们 未报 旧金山正试图纠正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城市城市更新计划期间数千个黑人家庭的流离失所问题 该计划涉及在以黑人为主的社区中征收和拆除整个街区 导致了住房、企业和文化中心的丧失 市政府以雇佣私家侦探来追踪并告知流离失所的家庭 他们有资格获得补贴的经济失用房选择 市政府还在考虑未受城市更新影响的黑人居民提供赔偿 然而 找到并联系流离失所的家庭的过程 是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 许多家庭当时没有利用提供给他们的住房福利 原因包括对市政府意图的不信任 调查人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从不感兴趣到兴奋不等 有些人对该计划持怀疑态度 而其他人则对从中受益的机会表示感激 旧金山努力纠正城市更新过去不公正行为的努力 是围绕赔偿和解决历史不公正问题的更大对话的一部分 非议美国人赔偿咨询委员会 建议向符合条件的个人提供现金支付 并为支持健康、教育、创业和文化的各种项目提供资金 市政府还在考虑使用债券收入来资助受影响社区的住房建设 虽然在与流离失所的家庭重新联系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仍有工作要做 以确保他们能够获得他们应得的福利 绿地规划并不能转化为经济试用房 多伦多新报 安大略省政府允许开发商 在受保护的绿地上建房的计划引发了批评 批评者认为 安大略省住房价格高昂的问题不在于土地不足 而是房价过高 他们建议政府应该专注于建设经济试用房 并宣布对非盈利住房的开发商申请实行停止令 批评者还认为 开发商更感兴趣的是为了利润而建造昂贵的住宅 而不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经济试用房 土石的倒阁 福特无法掩饰自己的无能 多伦多新报 安大略省省长道格 福特因其涉及绿地交换过程的丑闻 而面临管理能力不足的批评 福特被指控对该过程中的任何偏见毫不知情 并被指责未能管理好他的部长们 专家警告称 福特决定重新评估绿地内的土地 可能导致更多受保护的土地被出售 三个全球城市正在解决经济试用房问题 多伦多新报 多伦多正在寻求其他城市的灵感 包括奥克兰、维也纳和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 以解决其住房危机 奥克兰通过区域改革成功增加了住房供应 并扭转了价格上涨的趋势 而维也纳则专注于创建混合收入社区 并投资公共住房 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则实施了租金控制和租金援助计划 以保持住房成本的低廉 多伦多希望借鉴这些成功的策略 为所有居民提供经济试用房 部长 倡导者表示 他们担心国际学生会被指责为住房危机的原因 加拿大 CBC 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和学生倡导者担心 移民和国际学生将被指责为该国的住房危机负有责任 米勒表示 他担心多元化的人们来到加拿大改善生活的行为会受到污名化 包括国际学生在内 上个月 住房部长肖恩 弗雷泽提议限制国际学生的数量 但倡导者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国际学生是住房危机的原因 他们说 将新移民归咎于低工资或住房短缺是常见的情况 女子户外分娩引发呼吁解决魁北克无家可归问题 加拿大 CBC 加蒂诺市长弗朗斯 贝利尔要求省政府增加资金来解决无家可归问题 原因是 今年夏天 一名当地妇女在户外生产 贝利尔在一次关于市政资金的会议上发表了这番言论 他强调了一个人满为患的收容所和一个容纳80人的营地 以及那名妇女在户外生产的事件 当地的急救人员证实 他们将一名无家可归的妇女送往医院后她生产 当地的领导和无家可归领域的工作者表示 贝利尔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呼吁采取长期解决方案 如社会住房和增加社会援助 Dowage Hill的房屋以324万澳元的价格售出 比之前的价格高出6倍多 悉尼先驱城报 悉尼达尔维奇山的一栋三居市房屋 以324万澳元的价格在拍卖中售出 比2001年的售价高出6倍以上 该房产吸引了8名买家 起拍价为280万澳元 最终由一对东区夫妇获得 这个结果让卖方和销售代理感到惊讶 他们表示房价在上涨 但并未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人余发展的服务 你们大家就带潑啊 是等待了 不 związ的很清楚 我知道 mac 你不在订阅 你不在订阅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